哈喽 大家早 醒来看到BGA又开始调整了 然后挺好的 前天说的比特比克以太坊可能调整一个鲨鱼 还是有可能会实现的 但就是下几个小时挺关键的 第一我们先看以太坊吧 以太坊就是有破了一个支撑趋势线在这里 破了就感觉有点弱了 然后这一波可能还是会调整回到2600以下 有这个可能 但很重 关键就是这个B点一定要先打破 才有可能会走这个鲨鱼 所以下一个重要的支撑在2970这个level 2970如果被打破的话 那个调整可能会比较深 如果不被打破的话 可能又碰到3000的这个level又要反弹一波 现在因为趋势线那个支撑打破了 我觉得任何反弹到阻力可能是可以考虑看空吧 这个level有点低吧 这个level追控有点不好 如果他给你多一个机会反弹上去的话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看空机会 不知道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反正现在我还是在等多 这个是以太坊 比特币我们看一下 比特币一样的 今天也是破了这个支撑 因为破下去了 然后现在在这个支撑上 是昨天的低吧 但他在昨天的低 可是已经破了这个斜的这个趋势线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弱的 如果有反弹到这个趋势线阻力的话 可能是一个考虑接空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还是看好他可能会 下来完成这个鲨鱼在38500 可以现在在支撑了 不要在这个level追空 不要在这个level追空 如果有反弹到阻力的话 可能46800上破失败的话 那可能再考虑去看空吧 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Litecoin也是可能会走一个鲨鱼 然后可以接多的level 可能在162到164左右 等待接多 KSM也是在调整中吧 然后可能也是调整到去市线上 我们再去接多 也不是什么大崩盘吧 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调整 这一波长得有点太猛了 B&B也是一样 B&B这一波涨涨涨涨 然后这里 比RSI到达超买的 你看到吗 然后有量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来一些调整 是正常的 然后如果有回到趋势线阻力 可以考虑去接空 或者比较安全的是 你等到他丢回那些好的一些支撑位 我们再去接多安全多了 我的交易有时候真的很无聊的 就是一直给你等而已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我这种风格的话 我也没办法 这个就是我如何教育的一种风格 有留言说要分析AXS AXS这个币也是 再走横盘吧 然后这个高连着 这个低连着 所以现在走横盘 你看 所以看他是上方突破还是下方突破 突破了之后 然后调整我们再去接多或接空吧 如果大盘调整的话 这个AXS也不一定会调整 因为这个币有点特别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特别 游戏币吧 因为可能是NFT的数字 所以大盘跌他可能还是会涨的 所以这个币我自己很少交易 但考虑就是等他真的真突破 然后真突破或丢回支撑 那我们再去接多 OK 如果是他下方突破的话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他下方突破的话 下方突破 然后调整回主力 我们接空也是行 AXS 可以讲讲一些其他的 狗狗币昨天有一些好新闻 然后好新闻通常也不是什么好事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双顶类似的 然后开始调整中了 每次我就说买在趋势线 这一个礼拜我都不敢买 因为他离这个好的支撑都很远很远很远 所以我就觉得风险离这个支撑越远就是越高 我宁愿就是错过 然后我等他真正有调整回到一个好的价格 好像狗狗币如果再次回到两毛四一下 可能我在这里接多会感觉睡的比较好 最讨厌那种感觉就是进到烂的价格 然后晚上半夜睡不着的感觉 是非常的那种烦躁的 所以我不喜欢这种生活 我还是喜欢那种接到好的价格 可能不用等很久就开始盈利中 睡觉之前是盈利 一觉醒来是数钱 那感觉是不错的 DOT很多人跟随也是一样 就是他这一波可能走一个鲨鱼 如果去到113 1.0的鲨鱼21块8 这里可以考虑去接多 Falcoin也是一样吧 Falcoin现在好像突破了支撑了 所以下一个level 我们可能要看这个 这个比较长期的 这个去支撑 可能在66-67左右吧 OK 还有什么呢 Litecoin说了 KSM我刚才说了吗 这个也是等多的 就是等回到趋势线上 240-250左右 这里可以考虑去接多 ADS我的学运 那个谁啊 VV蛮喜欢的 然后他这个你可以等一个 两个可能性吧 1就是走一个普通蝙蝠在1.73完成 如果幸运的话 走一个113蝙蝠 可能在趋势线上可以买 在1.6以下一点点 这个是ADA 然后还有什么呢 全部大部分都说了吧 EOS也讲一讲吧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的最爱 OK EOS一样的就是调整中吧 然后等待他丢回到这个趋势线支撑 所以我们再去接多吧 牛市还在 只是说现在 那个比较向要的调整 OK 这个上去是1618 这一波走下来 走一个1618吧 可能回到4块6的可能性是有的 OK B C D 这里回来 OK 那最后一个要讲什么 最后一个 还有什么 应该说的都说完了吧 XRP吧 讲一个XRP 也是调整中 这个XRP涨得很猛很猛 从这个7毛多涨到1块3 翻一倍了吧 现在调整中是正常的 然后接多的价格可以考虑就是那个9毛左右吧 他真的丢回到这个支撑 支撑线上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接多的一个level 可能是9毛可能9毛粗一点 OK 那今天视频就讲到这了 然后祝你们大家好运 趋势线支撑破了 这些多有点微信了 可能反弹考虑空是可以考虑的 比特币以太坊都一样 OK 那我就说到这了 然后记得继续锁定 记得点赞 记得评论 OK 拜拜